空軍F-16戰機對海裡後一樣的火燃機是全民 停泊的經驗 現在經過安全 在今天來回應的訓練 因為這次這個停泊的時間不長 我們有他體驗的飛行官是來臨位 這次是事實的意外 因為這個機器 來告眾的因素應該不大 空軍第四聯隊 聯隊長 為了林孝頌 在早上七點半是塞到火燃機 率領F-16V的戰機來回覆火營 從早上七點半到阿波三點四十五分 中間是六倍 每一倍是四台 中間是二十四台來進行火營的領路 因為兵後兩人五康的F-16V 戰機在在以後失守 所有同行的戰機是停泊來進行 天安特別檢查 二十五時來回覆火營 有退的規矩表現 這檢查的流程 沒有看到可能這屬於可能發生的 這個戰機的系統還是人家 有進行 這人的部分 也不會透過 某年紀頂頂的訓練 若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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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安全的流程 天安特檢其實針對飛機跟人兩個部分 那就這個失事的這個現象 先去判斷有哪幾個系統可能影響到的 所以針對這些系統 把每一架飛機的這個系統做一次特檢 第二個因應那個科目 人的部分要做哪些加強的訓練 再來就是主觀 是不是領頭的付飛的動作 前空軍副司令 中原地也分析 這次停飛的時間沒說太久 也代表這次失事的原因 可能人家的各種因素是無關 另外也不會讓這飛行員停飛太久 等到是影響到他們未來飛行的安全 不是飛機基建的問題 所以他付飛的時間比較快 趕快開飛 讓這些成熟的飛行員 完訓的飛行員能夠上飛機 然後重新去熟悉 我認為這樣子的話 能夠在臺海的空房也不會 也可以分擔IDF清國號戰機 以及換向兩千的這種任務 原地也表示F-16V 越差越來飛行 也對到現在不夠的空中的 風雨林鄉是有這麼大的幫助 現在就等已經找到這 失事正義的歐阿爸的記錄 來做改託 來進行這次F-16V的 數個原因 記者 張志祥 丹信龍 台北部 報導